既然网练到了班里我最讨厌的男生 从又介绍了一个男生 给我说是很帅 跟他聊了也有点对啊 今天约好出赖面积 nice 太好了 有车 对不起 我先看到了 这是我在班里 最讨厌的男生 陈少奇 你腿太短了 不适合琪 你 你走开 我先看好了 嗨 网快就是好 nani 拜拜了 咳 怎么又看出他了 怎会 你不会是追着我过来的吧 哼 你有病吧 不管怎样 你先走开 我还有事呢 笑死 不可能 我也有事 要走你走 行 大哥我错了行吧 今天我要见我女朋友 你离我远点 我怕他会误会 就他还有人情吧 真是啊 我就不走 你那我一人 气死你 气死你 看看我家哈尼到了没 嗯 啥意思 也没见到有人啊 蛤 再怎么办 只好问下好姐妹了 哎 我请你吃饭吧 狂肃然给鸡拜年 免好姓 别碰我啊 试试去吧 姐妹 让我继续试试 不要轻易放弃 哇 你现在装真好看 谢谢 天呐 陈奥奇 你这样化妆了 不过 好像个猴子 不过 好像个猴子 然后怎么随便点哦 你没发烧吧 怎么变得这么温柔 你不说我会死啊 我实话实说嘛 我实话实说嘛 我好好地放心吧 你别这样 我还是喜欢你男子汉的样子 咕噜 开始的venir 咱也不是 车刀结 陈小姐 看我不把手机抖下来 你陪我手机 对不起 对不起有用吗 我怎么这么倒霉呢 我住在一家手机店 修手机很厉害 我肯定给你修好 放心吧 修不好你就死定了 真是晦气 等手机修好了 立马提分手 都过去一个小时了 还不来 完毕鬼赵 你偷看我手机吗 你那么自恋还那么多自拍 他不会还看我微信了吧 那岂不是 你还看别人什么了 没了没了没了 小姐姐你密码太简单了 他刚才一遍就开了 还有我阻止他偷看你手机 你还是换个密码吧 谢谢 这个女生是谁呢 好像没见过 我估计别的密码 他的脑子也记不住 我先走了 分手必须分手 什么他也提分手 不行被甩单怎么能是我呢 不行被甩单怎么能是我呢 这样真的有用吗 会不会玩拖了 放心了你这样子 说他不得不出来找你问清楚 就不会一直等我出来 所以他说分手 即使是想接我出来 好吧 诶 你怎么又回来了 我总说分手了 果然够笨的 你怎么能这样说人家 我又没说错 哎呀 走了走了 臭小子 我就让你体验难错的是什么感受 你管自己见 听说他已经几天查不死方不想的了 怎么说也是我造成的 还是安慰一下吧 喂 你在这干嘛 对不起 这都能够到哪里出问题了 不能这样下去了 这样是会作用好像不大呀 妈呀吓我一跳 喂 要我干嘛 还发现了 干嘛 你刚才给谁发信息 头像有点眼熟 可以给我看看吗 还真不小心被看到了 这对我挺重要的 你就给我看看吧 嗯嗯嗯 这家伙还是第一次语气这么软的求我呢 对 好吧 我会不会太过分了 哎 听说你失恋了 不至于这么垂头上去吧 你不懂 你再这样我可真就看不起你了 像什么样子 你可真会安慰人 现在好多了吧 嗯 不过你怎么会突然对我这么善心 平时可是说不到几句就吵起来的呢 你不会喜欢我吧 不过我是不会喜欢你的 好 哎 走不翻家了 就不该理他的 难道他真的不会喜欢我吗 真的不会喜欢我吗 他怎么主动约我了 只能找我 什么事 你跟我拍一张亲密的合照吧 啊 为什么 我想把这个照片发到微博刺激一下他 之前有互相关注过微博 他这么喜欢说微博 肯定能看到我发的 这样他就应该会来质问我了吧 男生的想法就是单纯啊 那干嘛非得是我呀 跟别人多尴尬呀 虽然我俩平时跟仇人似的 那我早就把你当兄弟看了 这个给你 算是感谢你帮我的忙 这太贵重了吧 我不能要 你算是不是说手机很卡 这部刚好换一个 而且这个手机一点也不贵 好 下次我去试试 那种 如果我是你的网那里 我那种怎么想 嗯 你不用对我笑了 怎么可能吗 就是这样吧 嗯 那我先走了 对了 我室友还跟我要你的联系方式呢 正好替你出镜情缘了 所以呢 你给了 不然呢 他挺帅的 你跟他看着也帮配 要你多管闲事吗 你干嘛生气 不要离我而去 你最近挺不对劲的 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你最近挺不对劲的 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我想多了 以前你见到我 总是带着一股杀气 现在你居然会关心我 会安慰我 这难道也是我想多了吗 我只是想改变性格 你没有一点关心 反正看着你一定不会改变什么 反而会让我更加难堪 怎么有女生加我 还是他推荐的 那我就大发紫妃告诉你吧 等等 如果真是李哲迪的追求者 怎么可能会通过他来加我的呢 那这里的女人 这是李哲迪的小号 老月 吓我一跳 谁赶你一下课就着急跑 不得过来蹲你啊 那这个给你 那倒没跟我来 嗯 是呢 不想见到他的时候偏偏老出现在我面前 李嘉阳 这位是李嘉阳 隔壁计算机系的 这位叫陈少奇 你知道的 这什么意思 这就是我上次跟你说要你微信的室友啊 那是论什么 呵 就这么着急把我推出去 你好 我听他说过你 今日一见确实不错 不如我们试试在一起吧 好 走吧 不行 怎么 你这也太吵算了吧 怎么这么随意就说交完了 这不就是你想的吗 我 那个不着急的 我们可以慢慢了解 嗯 那我跟你们 那你们管 你们俩吵架了 没 我们一直这样 今天有点累 我先回去了 是我写的你 你 李嘉阳昨晚邀我出来了 文响拒绝的 但就是很想记一记李哲一 嘿 给 谢谢 我没事吧 哎 你女朋友回你了没 没有 那你怎么不去找她 我不知道她住哪 不然也不会像现在这样了 如果她知道是我 可能就不会这么想见了吧 我就睡一睡再买行吗 喂 请问哪位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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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一直知道 兽琪是你网了女友 我 你说啊 既然还是被她知道了 我该怎么办 是她 我还是让路吧 对不起 兽琪 是你啊 现在更没脸见的就是她了 总感觉之前好像利用了她似的 你怎么好像很怕见到我 之前对不起 没事啊 是我 求她帮我接近你的 而且你们不是已经分手了 怕怎么走 哎 你们还正在一起了 没有啊 还在接触阶段吧 是啊 陈少琪 我 我会做什么 我 不过我是不会喜欢你的 怎么了 你是想管我吗 我跟你又不熟 哎呀 你们别见面就吵嘛 没有幻想对我说吗 没有幻想对我说吗 为什么一直不告诉我 不不不不都一样吗 反正你也不喜欢我 人海人的沟通 有时候 我没有用 对了 这样更能提到专注度了 点开自习号选一个自己喜欢的星球吧 找个没人的地方开始自习 等一下 是小军说你要补习 让我过来帮你的 昨晚不还鼓励我换一个吗 还叫他来干嘛 不对 你成绩比我还差了 你帮我什么 我 我能帮你 让你教我然后你就可以恐怖知识了 不 这些零食给你了 不然 我怕有毒 还有我可没空教你 没事 我可以教你 不是 我可以阻碎我 oyang 感谢观看